词词 吴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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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好 我们今天 终于进入第二堂课 因为上一堂课是上个月的事 再讲的发呆一点是去年的事 所以英文叫Time Flies 什麼意思 光陰四劍歲月如說 我今天早上在我開車的路上 在第一個課程 那這課程呢 裡面講到一件事我覺得非常重要 他說人的生命是有限還是無限的 哪一位有限告訴我一下 有那個仙丹有沒有 所以是有限對不對 那你要把有限的生命發揮在最大的價值 創造最大的價值上面 所以其實這個老師在講營銷 因為他在講他拒絕了一個 拒絕了一個客戶要轉賬兩百萬人民幣給他 的過程 欸如果有人要轉賬兩百萬人民幣給台幣是多少 台幣是一千萬 請他當一年的顧問 你會拒絕嗎 雅虎 因為他也在當顧問 我們大概不會拒絕 但是他說他拒絕了 他說拒絕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間公司的老闆 不是真的要請他去當顧問 而是要請他去協調內部的一些事情 那他說我真正最大的價值 不是要來當協調者 我真正最大的價值 是給你一個策略 就可以幫你賺五百萬 賺一千萬 賺一億人民幣 所以我要把我的價值告訴你 我的功能是這樣 所以他說你給我兩百萬 叫我什麼都不要做 不要給你策略 你知道我只要去溝通而已 這樣我等於是被包養 所以他說被包養的感覺很不好 所以他拒絕了這個 兩百萬人無比的案子 所以我聽到這個 但你也非常有感觸 就是你必須開始慢慢 當剛開始這個人要過國嘛 但是呢開始慢慢就要 越來越清楚你的原則 你的策略 你的聚焦的重點在哪裡 OK 好這是順便一提 那回來講我們今天的課程 今天課程一開始呢 我先送三本書 OK 那第一本書叫 Google英文學習法 OK 這幾乎是全新的 因為有時候跟雅虎一樣 雅虎就是 那個當初的另外一個中年男子 雅虎揮個手 來掌聲鼓勵一下 我們現在有這堂課 這個有一半的功勞是雅虎的 事實上也超過一半 因為它在新聞稿方面 網絡過很多嘛 好 那所以第一個 Google英語學習法 這幾乎是全新的書 各位可以傳下去看一下 它講的就是 你如果會用網路資源的話 其實可以找到非常多 英文學習的教材工具或方法 尤其以Google為主 那第二本叫 不創業就等死 如果你有在注意 這個活該新書的話 這本書才剛剛 上市幾天吧 不過我們記錯了嗎 2016年 那是印1月 不過它 它這裡印1月 不過它真正 好像是過年期 所以好像不到一個月 剛上市的新書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才不創你的東西 因為書後面的東西 那這本書呢 是林韋賢老師寫的 如果你對創業 對行銀銀銀有稍微接觸 你就應該對它不陌生 算是前輩 那後面有寫 他說看完這本書 如果你從書的後面寫完它的商業計畫 就是它書不是看完就結束了 跟我的書一樣有功課的 看完書要寫功課 後面有個商業計畫 那如果你寫完這個商業計畫 他們會選出180位 每位贊助 新台幣10萬給你創業 然後呢 可以去上課 然後上課之後呢 選出36個很好的項目 免費進駐 實踐家集團 在北中南的創業孵化期 就是你有創業的idea 然後他們願意贊助你資金 然後最後呢 36個項目裡面 選出12個 每一個項目可以獲得 250萬台幣的資金 所以這本書不是一本書 它是你的創業機會 有人給你10萬塊的獎學金 有人給你免費的場地創業 有人給你250萬 那我就覺得 哇這個idea真的太棒了 因為林維賢老師的高度 他可以做這個事情 所以各位傳下去看一下 那是我上個月剛買的新書 那我已經大概看了 他講的是一些重要的創業的概念 但我覺得更棒的是 他最後有一個那個創業的計畫書 因為100個人裡面想創業 但是真正行動的還允育 你覺得100個人裡面真正行動的有幾位 兩位 羅主任說兩位 兩位稍微差不多了 大概一到三位 100 就是1-3% OK 然後最後一本是我的 也是前輩 那個吳顧問 吳建宏顧問 他在顧問業界非常資深 非常厲害 他已經出了我們記錯的話 將近100本書 你一輩子要出100本書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我一直卡在我的第四本書 現在沒有再前進了 已經割了好幾年 我明記說是2009年 那幫經營書的教材不算 就是另外再整理的書 所以他非常厲害 他已經寫了幾千篇的文章 在網路上流傳 那當你每天 我覺得這個意識地就非常佩服 他每天一定寫一篇文章 所以他現在有五千篇文章在網路上 免費工人家閱讀 所以你會發現這些老師都有一些特色 所以我開始學習 就是說 他這個文章他寫了 反正自己收在家裡誰要看 他趕快放網路給大家看 那當他寫了五千篇之後 各位覺得他出書容不容易 超簡單的嘛 就把幾個主題整理整理 書就出來了 找教稿什麼 編輯一下 書就出來了 所以很有趣 這就是公益出發 利益回收 那如果有另一個目發 就沒得回收 所以現在 你有取這個吳老師的書 公平 一排傳一本 那吳老師的書 非常的平易近人 他講的都是日常生活 你會碰到的辦公室啦 他有去講商場上面的一些點地 那那本書是 讓老闆為你按讚 講的是員工的角度 跟公司的角度 那他還有什麼 老闆的修煉 那個就是 創辦人老闆的角度 所以三本書今天要送給大家 怎麼送 待會兒告訴你 那我的原則很簡單 叫先搶怎樣 先贏 但是有條件 不是搶了就OK了 條件就是你讀完書之後 要在群組裡面 分享你的心得 因為這樣證明你真的有怎樣 真的有看嘛 明天拿回去給我上網拍賣 還換現金 老師有教我們嘛 如何換現金 我立刻換兩百塊回來 這不是我的目的 OK 因為新書買很貴的 對不對知道嗎 那所以希望你是真的拿回去吸收消化 好 第一個 那你真的學到東西了 甚至你把學到的東西 立刻應用出來 這個更棒 馬上實踐 馬上實際 做實戰的動作 比如說那個商業計畫書 你說老師 那我就是剛好創業 那我就來趕快寫一下計畫書 那計畫書我有看 其實我自己也稍微看了一下 我就發現 喔 我光看這個計畫書 就已經彌補了很多 我以前沒想到的東西 因為它裡面非常完整 各個方面 這個產銷人發財 各個方面 全部讓你寫一些重點下來 所以你會被強迫 去思考得非常完整 所以今天送三本書給各位 好 那我們回來我們今天第二堂課 範圍是11到20 那先行政事務宣傳一下 就是上次我們在群組有分享 上一堂課的錄影 有成功看到錄影的同學請舉手 好 請放下 在看這個錄影補課的時候 有問題的同學請舉手 好 好 什麼問題 就是像老師你在科長裡面 就是提到一些像 比如說像 AB它本身也是加強引擎 對 但是在你的解釋裡面 它又代表上面的意思 是 那有時候我在備單這時候 就很難去選擇 我要用什麼時候 去代表它是加強 非常好 非常好 OK 所以AB AB 1 2 3 這是進階的問題 不過我剛剛這個問題沒有這麼進階 我的問題是說影片能不能播 有沒有人影片不能播的 沒有 晚上會塞車 晚上會塞車 所以後來雅虎就把我們影片放到那個 Youtube OK 所以沒問題 因為他有問我 他說這個可不可以放 OK 歡迎分享 因為台灣 畢竟還是用Youtube比較廣泛 但這個百度也真的非常方便 所以我剛剛開通他的會員帳戶 因為我2TB快滿了 所以只好開通5TB 那5TB也不貴啊 一年97塊人民幣 大概500塊台幣 一年耶 我爸扣台幣 還好啊 5TB耶 5TB耶 因為我很多這種補片嘛 那所以就開通了 更令我驚訝的是 各位要練習你的觀察力 其實老師講的都跟這個詞語有關喔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身邊到處都是詞語 只是你有沒有看到 詞語的眼睛 你能不能看到那個詞語 像星巴克 你上次有講過嗎 星巴克的咖啡 到女妖咖啡 你每天都在看人家喝星巴克 或自己喝星巴克 但你知道它是siren嗎 我們上次有講 如果來問一下 今天你是第一次上 這堂公益課的同學舉個手 好 好 上次其他上次都有來嗎 好 OK 好 那大部分同學都知道 si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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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啦 女妖咖啡 好 他要用大陸銀行轉帳 我根本沒有大陸銀行 帳戶怎麼辦 沒有關係 因為我 上個月北京回來 不是有成立那個 特亞銀銷的裝置講師嗎 那我們一位講師就用 微信支付 支付他的學費給我 所以我在大陸銀行還沒有帳戶 我已經有幾萬塊台幣存在微信裡面了 你能想像嗎 好 然後呢 我就用這個百度銀 就可以打開支付 然後就會跳出一個QR code 他們叫二維碼 然後他說 請你用微信掃描支付 然後說 有這回事 然後就把微信拿起來 嘖 然後他說 你是否確認要支付97塊可以百度銀 然後就按確認 然後錢就出去了 欸這超恐怖的 接下來有一波叫Apple Pay Apple Pay也是就是指紋跟手機放上去 嘚嘚就出去了 欸就是 付款會變得越來越便利 這對創業者或老闆 是個非常好的消息 因為 嘚嘚錢就出去了 OK 好 那這個前一陣子 前兩天 事實上前兩天 有一個新聞 叫瑞典 瑞典已經幾乎 全面用無止貨幣了 幾乎了 好 這個最新的新聞 各位可以上網Google一下 或群組 我可以再跟各位分享 但台灣這方面還蠻落後的 還蠻落後的 好 幾年前我們覺得台灣蠻進步 但現在很多是蠻落後的 好靠各位加油了 好 好 那我們回來 這個今天的第十一個字根 好 一起寫一下Claim 好 所以第一個字 一起寫一下Exclaim Exclaim 來另一句部分 The children Chillern explain with excitement 興奮的大叫 那如果你有要考試的話 雖然我們是空音課 但是還是當作這個 付費課程的規格 來教各位所有的東西 你有學英文目的是 三到六個月內 有要考試的同學舉個手 有嗎還是有嗎 好 請放下 那你要趕快背這個字 因為Claim 叫做 宣稱領取奪走人命 宣稱領取奪走人命 那尤其奪走人命 Claim 200 lives 比如說在這次不幸的地震事件當中 奪走了幾百條人命 Claim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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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s 就是這個用法 OK 好 那下面的延伸 來進行一下 Exclamation 再來 Exclamatory Exclamation point Exclamation point 好 叫驚嘆 好 那講到這個資源的共享 跟資源的利用 我覺得Vanessa Vanessa 你跟同學分享一下 做著就可以了 你怎麼分享跟利用這個資源 我覺得她做了很好的示範 小聲講究 有沒有麥克風 來 因為她剛剛那個喉嚨 要保養一下 麥克風分享一下 來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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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我自己有開陰檢課 那我們的學生現在需要考中高級 那中高級也需要很快速的累積單字量 就是不可能請他們拿一本單字書背 因為他們是高中生 所以我把老師的PPT拿來用 那個上課 那結合高中所需要的期簽單 還有陰檢需要的單字 然後順便我就跟他們講說 這個上本的小老師的課 會順便送你多億考試能力 那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資源 麻煩是用127888不收你們錢 那如果還需要那個資根的書的話 沒有關係 來跟我們要 但是呢 前提就是要先報 講一下十六堂課的錢這樣子 好 OK 不太棒了 掌聲鼓勵一下 各位 這個目的 其實有時候收一點費用 或者你有設一些條件 是為了讓他學習得更好 有時候是這樣 就是當老師其實跟這個 當好的營銷人很像 內地叫營銷 台灣叫行銷 那我去北京上課就習慣講營銷 所以各位知道就是講Marketing 其實那是我的老師說 沒有營銷 只有人性 沒有營銷 只有人性 所以當你摸透人性 你就可以生活得很開心了 好 所以那是第十一個 那我先把上次的好不好 隨著課程看都沒問題 好 像這個百度雲也是 基本上他也是沒有營銷 只有人性 因為他剛開始就是要來免費開通2TB 對不對 那像我有這種大量雲端空間需求的人 是哇2TB耶有沒有 然後就進去了 然後進去之後呢 2TB快滿了怎麼辦 你有兩個選擇 一 慢慢的花一兩個月 甚至三個月把2TB的資料搬出來 二 負97塊一年 那人 只有兩個動力 一個叫 逃離痛苦 一個叫 趨向快樂 OK 那你覺得 我為什麼寫 負97塊嘛 所以他就得到了第一個客戶 好 那他是不是非常恐怖 真的非常恐怖 那這種這個 沒有營銷的方式 實在是太厲害了 非常神奇 好 所以我們複習一下 上次的 很快複習一下 來 那當然你付款之後呢 他就會給你一些VIP的服務 就是譬如說那個壓縮檔在1G吧 1G還是2G內的壓縮檔 好 填頭 哇這樣很方便 不用解壓錯 就可以看到2G的檔案 剛剛說檔裡面有一些什麼 就很方便 好 所以第一個 來我們請問一下Agent A-G-A-C A-G-A-C 代表做 那那個Yahoo問的問題 我待會兒會回答 OK 好 因為他要看不同的狀況 來 那音樂比較進階一點 好 所以在你詞 Agent Agent 那如果你要考多益全名檢 Agent Agent 是必考的單字 你特別要注意一下 再來 A-G-R-I 代表農業 農業的部分呢 我們也想進去複習 那名字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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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Agricure 代表映母 來自於A-C-R-E 映母 土地度量單位 再來第三個 Annual Annual Annual代表年 年 那年的部分呢 我們順便補充一個東西給各位 其實這個非常有趣 因為eno eno 來這個是 拉丁文字根 那有兩個 一個是eno 來上面記念一下 eno domini eno domini 好 eno代表year 年的意思 domini代表主宰跟控制 所以這是由上帝主宰控制的年 OK 所以在座基督徒幾個時候 後面有 來同學 What's your name? Anton How do you spell? Anton Anton OK 你是虔誠的嗎 是 好問幾個問題 確認是不是 第一個 這個叫做SOP 我最近還有看一本書叫 柯P摩世 柯P摩世 就是他凡事都有SOP 很有趣 但是他裡面又打翻了SOP 他說SOP的真正目的 不是SOP 那為什麼? 請看書 好 所以 Anthony 請問你們每個禮拜做禮拜 有 好 第一步OK 第二個請問你有沒有十一奉獻 有 第二步 十一奉獻就是基督徒 你賺 賺 一萬要捐一千 然後五萬要捐五千 這要十一奉獻 十分之一 10% OK 那這個是有道理的 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講 因為是心靈課程裡面講的種子法則 他捐出去其實會放大再回到你身邊 你過去聽起來有點抽象 但事實是這樣 好第三個 請問你有沒有牧區 有 哇 他真的是虔誠的基督徒 好 所以這名字 Ano Domini Ano 目前我不是基督徒 我說目前不是 at present 目前我是道教徒 那因為道教徒 我又有 除了道教徒 我還拜神明男干爹 然後呢 所以不能隨便的跳槽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跳槽 你拜神明男干爹 你一定要拔杯問一下嘛 對不對 所以上次我拔杯 都不給我杯 我這個神明不是亂認的真的 因為我以前是很ticky的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測試一下神明 聽不聽的懂英文 你知道我用英文拔杯 今天 My name is Gary I'm here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就這樣 真的都有杯就有杯 沒杯就沒杯 有人會認為那是統計學 但我覺得 冥冥之中有一些力量是很有趣的 反正後來就認神明男干爹 所以現在呢 神明干爹還沒答應 所以我現在還不能轉換 不過因為我研究詞源 其實很多詞源的來源 就是聖經典故 所以聖經是非常好學英文的一個來源 也比較有趣 像挪雅方舟啦 像很多的人類在神的管理之下的一些狀況 像伊甸園 雅當根下王 這裡是Anon Dominic Anon Dominic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家的老大 Anterley他們家的老大 Year of Control 在主耶穌基督誕生之後 不過根據台灣大學 傅佩隆教授的研究 主耶穌基督並不是在西元一年誕生 大概是在西元前四年 所以沒有剛剛好在那一年 但是前後差不多在那幾年 我們人類就把它命名為主宰控制的年 就是跟這個耶穌基督誕生有關 那你看下面的英文 一些年叫Before Christ Christ很明顯就是主耶穌基督嘛 所以在主耶穌基督誕生之前 就叫西元前 那西元年就是AD 所以西元年是用拉丁文 Anon Dominic 那西元前是用英文 Before Christ 這個兩個人就可以知道一下 那知道了這兩個之後呢 所以歡迎各位也可以拍照 來分享到群組 知道這兩個之後 你們想到12月25號有一個節日 Christmas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問 你應該養成問問題的習慣 那Christmas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非常簡單 Christmas Christmas 就是把剛才這個Christ C H R I S D 其實它本來是Christ 主耶穌基督 加上M A S S M A S S 是大量的意思 譬如說你在台北的捷運 叫什麼R T MRT的M就這個字 Mass Rapid Transit System 叫大眾捷運系統 那為什麼大眾用Mass 其實跟宗教儀式什麼S Mass Mass有關係 你有沒有發現Mass就Mass Mass就Mass Mass 就這麼簡單的 所以主耶穌基督誕生 為了慶祝祂的誕生 我們聚在一起 辦個宗教儀式 所以這個字我猜 我猜 我猜 我猜以前念Christmas Christmas Christmas Mass 那念久了之後 人們覺得這樣有點囉嗦 所以把它Cry 愛長音 壓縮變成什麼 E 所以這個字合起來變成了 Christmas 你有沒有發現兩個S 保留一個 就這樣 所以聖誕節這個字就誕生了 來寫一下Christmas 以上是我瞎掰的 但是是有根據的瞎掰 不是亂耳瞎掰 就是你可以當你學會越來越多詞源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那個觀察力 對單字的觀察力就跟以前不一樣 因為你就會 自由的分解重組 然後就會 有感覺這個字可能是怎麼來的 就是去想像以前的狀況 再到現在的狀況 那為什麼老師剛才說這個I 可以變E呢 很簡單啊 因為後來有男生的名字 我們精英這邊就好 想像精英順便要再感謝一下 場地 供應精英 好 那男生的名字有人就叫什麼 Chris 那女生的名字有人就叫什麼 Christina Christine 不是嗎 那為什麼男生不叫Christ 大膽 你敢跟主耶穌基督同名嗎 對不對 你可以叫阿土伯 你可以叫做 什麼 什麼 古士不是對不對 阿椎貝嗎 是不是 你可以叫阿土伯 但是你可以自稱說 請叫我土地公 可以嗎 不行 因為土地公是神 我們是人 所以人跟神很像 但不能完全一樣 所以男生名字叫Chris 不可以叫Christ 女生名字叫Christine Christina 不可以叫做Christina Christine OK 因為那是神的名字 對回來再名字Christmas Christmas 好 所以這個anul anul 記得嗎 跟你有關 第四一集也叫audit audit audit跟聽力聽覺有關 那如果在學會計的同學 他後來變查帳 審核審計有關 還有沒有選會計的同學 舉個號 會計 會計 不想承認 來再名字audit audit 然後來變成什麼呢 海選 海選也是聽嘛 比如說那個中國好聲音 他之前又到台灣來做海選 來第五一集也叫revel revel revel 來自於這個貝羅娜 上次有些同學看過嗎 她是這個男戰神 Marx的太太 叫女戰神 對嗎 來第六一集也叫brevity revel 好簡潔 你可以想一下橋樑哪一個字 bridge 因為橋樑就是點跟點之間 最近的距離 所以bridge bridge 就跟這個brevity 的字根有關 好 再來cd 很常出現的字根 一集也叫precede precede 那看到這個字根 你一定要想到成功哪一個字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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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們講名詞先 然後從名詞呢 我們可以再延伸 那先講名詞 16到21次的複習 來請一下success success 好 所以聽一次課有一些感覺 但連續16到21遍 那事實上連續不一定是實體課而已 我們不是有露營 你隨時可以聽啊 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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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為什麼我對這個營銷marketing這麼有興趣 其實我覺得這四五年來 幾乎每天開車都在聽 那坦白講我是笨鳥鮮肥 為什麼 聽了四年多才猜我稍微有感覺 喔 原來是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如果你沒有這樣聽 你根本很難到達某一種理解 都要從不聽 那上面剛好有些東西 順便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我不曉得 上次有沒有講 有嗎 沒有嗎 這非常重要 很多人呢 這個 一輩子就卡在某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請告訴我 叫什麼道 聽道 聽道 譬如說我隨便講一個英文文法 請問 這個 我們昨天晚上有上課 對不對 使義動詞有聽過請舉手 請放下 聽到沒聽過請舉手 使義動詞 請放下 同學進步的第一步就是誠實面對自己 有聽過就有聽過 沒聽過就沒聽過 因為你裝也沒用 考試一考就知道 或講話一講就知道 所以第一個就是誠實面對自己 好 所以有同學呢 連聽過還沒聽過 恭喜你 今天已經進步 One Level 進入Level One 我聽過了 好 待會使義動詞 說啥 誰知道 所以第二步 你要進入什麼 知道 好 那我問一下 剛才有舉手的同學 請問你知不知道 使義動詞有基本五種用法 知道了 請舉手 好 已經剩下兩位了 請放下 好 而且兩位 一位是師大的助教 一位是顧問公司的 我去公司當顧問的助教 你會發現 大部分的人停留在什麼階段 聽到 實際上我聽過啊 聽過啊 然後就覺得我知道了 事實上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 好 所以很多人都停留在這裡 就沒有進入Level Two Three Four 五 那要進到最後一個得到的階段 得到什麼 高分 如果你要考試 得到什麼 流利使用英文的能力 你必須要進入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 所以知道 所以為了讓各位知道 我們立刻來補充 十一動詞給各位看一下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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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考試的同學 這對你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十一 十一動詞五種 如果你不熟 可以直接排下來 十一動詞五種 第一種呢 我把它高一點 好 第一種呢就是 have that mate 我們叫哈雷妹 哈雷妹 每次講到哈雷妹 我就想到 我主任他們家的 可愛的哈雷 所以have that mate 後面加原滴 原型動詞 所以我爸爸叫我洗他的稱 來我們寫一下 my father go man me wash his car ok 所以一定要放原滴 你放tov 就錯 你放ing 就錯 你放pp 其他的變化 通通錯 因為他規定就是放原滴 這是第一個 叫哈雷妹加原滴 容易記得 ok 好了 第二個 get 叫什麼 tov 當我們碰到get這個使義動詞的時候 它後面就是 ge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所以我爸爸叫我去洗他的稱 同樣的一句話 用get一起 my father go my father got me to wash his car 這邊寫成過去式 所以叫我去洗他的稱 用不同的字的時候 它的用法就不一樣 這是規定 人家規定的哈 第三個考試不太考 好 原因是他兩個都可以 但是你還是得知道一下 就是他可以tov 怎麼樣 也可以原滴 所以有第三個用法是help 我爸爸幫我洗他的車 那你可以反過來寫 我幫我爸爸洗他的車 所以是my father go father help me to wash his car 或者wash his car 兩個都可以 好 這是第三個用法 第三個用法 第三個用法 然後去操就拍一下 對 那或者同學有拍 分享到群組 跟大家這個分享一下 沒有來上課的同學 可以也分享到一些上課的資訊 好 那下面一個 第四 第四 第四類 這個很特殊啦 而且老師特別打了一個星號 星號表示考試特愛考 特愛考 那也是同學很容易失分的題目 因為哈雷妹跟get的用法 你都知道了 那是基本三個 但是到了這邊 欸很特殊的是 他後面不加人 加什麼 事物 那事物可不可以主動呢 通常不可以 好注意喔 老師用字潛詞很小心 通常不可以 表示有時可以 OK 所以通常不可以 那所以車子不能自己洗 車子要被洗 那被動以外 跑來使一動詞裡面 一動詞會審閱 所以只留下了pp 過去分詞 所以我爸爸讓他的車被我洗 來洗 My father got My father had his heart washed by me 那這個washed 注意喔 是無聲皆無聲 因為ED結尾其實跟翻譯有關係啦 有問題 老師 你說 其實這邊 那個led這個動詞啊 他如果後面加事物 後面他還要保留 B動詞原型再加pp 你說led的話 對對對 這點是這麼寫的 這點是這麼寫的 感謝你的提醒 我待會下課確認一下 好 好 這個 很好 同學有問題 我們可以再補充 好 所以其他的是OK嗎 好 感謝你 What's your name 對 有英文名字嗎 有英文名字嗎 有 Jason Jason Jason很多你放心 對 好 感謝你的這個 讓我們可以再進步 再感情 我現在可以確認一下 好 所以我們再裏一次 My father got My father had his heart washed by me OK 所以就是washed 那我剛剛講的是這個ed的法音 ed有三種t 的 it 就是無聲 有聲 有聲 那這個sh 無聲 所以ed就 就無聲 所以washed OK 那平常大家都應該都亂念嘛 但是你還是要知道一下 它有基本規則的 像那個s 跟z 其實它也是有規則的 好 所以第五類來看一下 好是也常出現的 叫做人 be made to do something 我把它上面移一下 人 be made to do something 那剛好下面有一個四大群組 剛好我們今天講自慧課嘛 自根 所以可以順便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 上面我們寫點 I was made to wash my father's heart OK 所以我被叫去 被叫去做某事 所以to wash my father's heart 那各位平常在整理單字的時候 記得要四個群組 第一個叫什麼群組 統一字 第二個呢 反義字 第三呢 實在變化 第四呢 混淆群組 OK 所以平常有這樣整理單字的同學 舉個手 一位 而且是Vanessa 好 所以大部分呢 沒這麼做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平常沒有這麼做 做考試你就會發現答題很困難 好 那你平常都有這麼做 那你就會發現考試很簡單 因為你平常已經做了基本功了 好 所以我們在最後補充一個東西 像這個是混淆群組 好 混淆群組 第一個我們進行一下 Quiz 像個Quiz 再來Quiz 再來Quiet 再來Quiet 現在這四個是不是都不一樣 Quiz 某聽叫戒焉 Quiz 叫小烤 Pub Quiz 然後Quiz 叫相當地 是副詞的用法 Quiet 叫做安靜的 好 所以重複十六到二十一次之後 如果老師隨便拿個題目來 A B C D選項就放這四個 然後呢 寫一個句子 換一個空格 你能不能三到五秒鐘 前後文 或空格前後就判斷 雌性 用法 舉例 OK 四個 Quiz Quiz Quiet 平常就要整理 OK 那各位現在來上證的好處就是可以借力 財務裡面叫Leverage 就是槓桿借力 所以老師都幫你整理好了 你要做的就是重複十六到二十一遍的複習 OK 好 所以回來最後的複習 所以這裡是Proceed A B的 C 第八意思是Accept Ac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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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加強語氣 這邊可以順便回答Yahu的問題 因為剛才我們是不是講到了A B A B 那你Yahu你的問題再幫我們重複一遍 A B有加強語氣意思 又有上面的意思 嗯 在被單字的時候 如果去判斷說 這個時候是在屬於加強 還是屬於上面的語字跟著這些字 好 謝謝 所以第一個版本就是AB就是AD 它代表去 加強語氣的意思 事實上這個AD去的意思呢 可能有時候還會有少部分的例外 這個是比較進階的 它會有些變化 因為凡事都會有例外 那不過AB 剛才雷霧也有提到 比如說ABOVE 對吧 來寫一下ABOVE 是不是有上面的意思 因為本身這個字就是ABOVE 上面 但是AB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叫離開去掉不要沒有 好 那這時候它就跟 比較跟delete有點像 因為有一個字 來寫一下absent absent absent 是有出現還是沒有出現 沒有出現吧 沒有出現吧 那它相對應的一個字 叫做pre 然後呢 然後呢 sent 那你觀察一下這兩個字 有沒有發現很有趣啊 後面都是send 對 都是send 其實send就是誰你知道嗎 傳送 哪一個字 send 那把一個東西傳送到你面前 叫做呈現 present 或present 它有不同詞性跟不同發音 那ab是離開 為什麼 因為不送到你面前 所以叫absent absent 這幾天在line群組 還有網路上 有一張這個兩隻鵝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什麼 送軍千里 終須 終須一別 這兩天有新聞報 報導出來 這個是在中國大陸情人節 前幾天情人節 還在網路上瘋傳的一張照片 有兩隻鵝 在親吻 然後離別 因為要被送去宰掉了 然後最後就在全聚德的桌上 對 因為沒辦法 那個就是養鵝人家要生活的方式 他們就是把鵝賣掉賣去 當那個烤鴨嘛 不過那個過程 還在你字 absent 這個 後來台灣 台灣是他們前兩天有報紙在寫 對 有網友就講說 最後全聚德見 這樣子 所以在你字 第一個abad 這是above 第二個above 第三absent absent OK 那那個ad呢 其實為什麼講到這個呢 因為剛才不是有個字嗎 本來認定是accept 其實這個ac加強語氣 就是誰你知道嗎 就是ad啊 就是ad 為什麼會ad變ac呢 這是因為它來到這個字裡面之後 你看一下 這個字的字根真正字根叫cd 好 那它本來是adcp 那如果你每一個都ad 然後加上另外一個字根 可能古代人看久了覺得不順眼啊 所以他們最後就決定一件事 我們這個ad的d呢不重要 所以我們就跟著後面c一起變成 所以就變成accept 去把它接下來 好 我做那個分析給各位看 分析在這兒 來找一下啊 在這裡 好 它的分析 來請一下accept accept 所以這個ac就是什麼 就是ad 就是ad 然後去 它代表 它英文的ad 英文叫to 中文叫去 然後cd 叫接 叫收 叫收 接受收 就這樣 OK 那所以後來請問 是不是有一個字叫概念 概念就是被大家接受的東西叫concept 好簡單喔 con是一起全部 那還有一個字叫inter 請問inter是幾者之間 兩者之間 所以有一個字叫intercept 動詞叫攔截 攔截 攔截 好因為在港口跟港口之間 船被攔截 那個叫intercept 聽說現在在北歐 我小時候有個卡通 叫北海 不是學與相思喔 北海小英雄 聽說它其實不是英雄 聽說是海盜 pirate 那這些北歐的海盜 其實像挪威這種國家 他們以前就是海盜出生的 講白話一點 他們也不忌諱以前的出生 因為事實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還有什麼海盜 博物館等等 不過一直到現在呢 還是有一些海盜喔 這些海盜已經不是搶什麼 金銀珠寶了 因為搶那個的 我剛剛不是說策略嗎 聚焦嗎 我覺得這些海盜很會聚焦 什麼意思啊 他們不搶金銀珠寶了 他們現在搶郵輪 運送石油的郵輪 很會聚焦吧 因為一艘郵輪就幾十億美金啊 所以那個價值很高 所以他做一次可以休息二十年這樣 但是不好的行為 但是他們聚焦是很厲害的 所以他們現在就在那個北歐那邊 然後呢 就幾艘快艇 然後去挾持那個郵輪 挾持了之後就這個字 來聽一下 Intercept 只要是打電話給郵輪公司 台灣公司你好 我是這個北歐的 我不知道他說他自己是誰 反正就是我挾持了你們的公司的郵輪 那現在你有兩個選擇 他給公司兩個選擇 就像我剛才百度給我兩個選擇一樣 你有兩個選擇 一 就是 那個付我 你們郵輪價值十億美金嘛 我不擔心 你只要付我一億美金就好了 你看我才收取10%的價值 這個是錯誤的 是犯罪行為 第二個 我待會呢 如果你不付的話也沒關係 待會抽根煙 不小心等會掉地上 來各位 運石油的郵輪 他抽根煙 不小心掉地上什麼意思 放不燒了嘛 反正零成本嘛 對 這樣來講零成本 就把那個郵輪燒了 那之前還真的有郵輪公司有付過錢 不過後來郵輪公司也聰明了 為什麼 他每次郵輪要出去之前 他都會保險 所以那一抄炸了算了 保險公司會賠 就這樣 所以越來越聰明 那這名字 intercept 好 這這個CP CP 記得 跟接受接受有關 再延伸的遠一點 你可以再延伸囉 像多一考試會出現收據叫 re-seed 一部發音的 那接收Email裡面的收信者 re-seever 而其實那個Cpercifu都是同一個字根 Cpercifu B跟B 因為他們都是雙唇音 好 上次有補充格林法則嗎 好像來不及 所以今天來 我們來這個翻櫃打底一下 你可以Google 看Vanessa非常厲害 整合127888 這就是一個槓桿借勵 Leverage 因為這裡的資料 老師收集整理了今年第10年了 那你有兩個選擇 一 直接整合到你的系統裡面去 省10年的時間 二 你自己花10年 這個對我覺得對男生女生來講 都是很大的成本 因為10年的青春歲月 好 所以到老師的網站 右手邊 倒數第四個分類 劉正英文 這個上次有看嗎 有 是不是 看了第一個 那今天我們看第二個 這是新聞英文 在這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劉正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 單字記憶明訣的第二講 在上一講當中 我們給大家介紹了 格林法則 各位 什麼是格林法則呢 就是它這個法則去解釋 歐洲那些語言 是從簡單的字變成複雜的字 這些簡單的字 經過一些聲音的改變 而變成比較複雜的單字 一旦我們懂了格林法則之後 各位 你去了解複雜的單字 去記憶它的時候 就會顯得比較容易 那麼全部的法則 一共有四個 老師上次介紹的第一個 就是母音的轉換 A-E-I-O-U-A-I-O-U-Y 所以我們來念一下這個 基本母音轉換 A-E-I-O-U-Y A-E-I-O-U-Y 對啦 台灣人習慣唸太快 所以台詞的翻譯叫A-E-I-O-U-Y 然後正確的翻譯是A-E-I-O-U-Y 有聽出不一樣嗎 好 舉個例子 老師的名字叫做 Gary How do you spell Gary? G-A-R-Y 各位實在是太有慧根了 因為以前都說G-R-Y G 請問G是誰 G是鴨的朋友 不是G G G-A-R-Y 剛開始你練習一下 從字母方言開始 聲音跟調整 G-A-R-Y 像R要選擇 其實你練習慣之後 就是剛開始你不習慣 其實你之後習慣 你可以變快 像你聽老外在講 他們也講很快 可是他講的還是G-A-R-Y 他不是G-R-Y 這個差很多 這個差很多 你可以立刻聽出來 那平常你不知道就算了 現在你知道了 我們剛才是不是講到 聽到 然後呢 知道 聽到 知道 聽到 知道 好 所以跳回來 剛才 不好意思 因為有時候我的思維比較跳躍 所以會穿插 所以聽到 知道 好 所以現在各位知不知道 五種啊 十一動詞 知道了吧 那請問你現在 一個可以完整的背出五種的同學 舉個手 應該不多 還是本來啥 好 所以下一個就要怎樣 做到 那當你真的可以完整的背出來 可能剛開始五分鐘才背得出來 變三分鐘背得出來 變一分鐘背得出來 變三十秒就背出來 變成十秒鐘我想過去就想完了 這當然是重複練出來的 然後最後你就悟到 哇 十一動詞 原來這個用法 好啦 像同學剛才講的幫我們補充一個 十一動詞跟被動的關係 不同的變化 那最後我們就可以怎樣 得到 搞分 得到 流利 使用英文的能力 所以它不是 聽一次就可以 立刻達到 它需要累積 需要累積 這非常非常重要 好 所以回來 請看 第九跟第十的複習 一請點一下 Suicide Suicide 好 Sui代表自己賽的叫殺 所以自己殺自己叫自殺 OK 來下面十二 一請點一下Circle Circle 好 Circle是圓圈 那各位如果你回家之後呢 你想要再多聽幾段 劉正老師講的這個 單字記憶秘訣的話 其實網路上都找得到 網路上都找得到 那它就有一段專門講這個 Circle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把 劉正老師這個聽完 我們這一節課就休息 十分鐘 再加上一個Why 同學可以互相變化 產生複雜的意思 我今天要介紹第二個規則 就是子音的變化 子音的變化 其中一個就是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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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D 得 是T 但是我再加一個S D T S三個字可以互換 有同學說老師 得 得 我們可以了解 為什麼S加進來了呢 各位大家看老師的嘴巴 當你在念的時候是不是 得 得 撕 得 撕 各位有沒有發現 當這三個音音你在發的時候 你的嘴巴嘴型都是一樣 所以有時候會產生一個混淆 甚至於故意用變化的方式 把一個簡單字 硬把它變成複雜的單字 我們看底下的第一個例子來 各位第一個例子是Hot 我們複習一下五音的轉換 Hot這個形容詞代表熱 我們變成名詞的時候叫Heat 同學是不是形容詞變成 如果有不熟的字你就可以拍一下 名詞 O變成EA 對不對 那麼同學再看Buttle Buttle同學是名字 那同學 有一個字叫Buttler 就是這個男管家 同學英國的男管家 這是很有身分的人 但是這個人 最初是地主人 開酒瓶的人 所以說開瓶子的人 是不是叫做Buttle 再加一個R ER 是不是代表什麼人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音變 它的O變成U 然後兩個T去掉一個 同學再加一個R 因此這個字叫Buttler Buttler 下一個同學 我們看看多一點例子 其實國中語學過 Stand S-P-E-N-D 那麼它的過去式是spent 有沒有發現 D跟T 互換得特 得特 還有一個叫Stand S-E-N-D 變成S-E-N-T Stand 的過去式 也就是原來你現在是簡單 你要變成複雜的過去式 過去分詞的時候 你把D變成T 是不是啊 各位再來一個WISE 這個是初級的單字 但是到了中級 要考你它的名詞 叫做智慧 你有沒有發現 G是智慧 就把S變成T 我剛剛講DTS 三個字可以互換 對不對 那各位再來一個字很有趣 MIND 就是國中單字 你的心靈 對不對 但是同學 我現在如果造一個字 叫心理的 叫Mental Mental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字 I我變成E 得 變成T B變成T 後面加Al 各位要記住 一個名詞 後面加一個Al 就會變成形容詞 所以說Mental Mental 心理的就怎麼出來了 我們再來一個例子 同學MIST 叫做WU 其實這個字很重要 因為這個字的M 原來代表三的意思 同學在I幾個象棋文字當中 這個M代表三 那個WU當然就產生在山上 那麼可是大家要知道 有WU的地方是不是顯得比較潮濕 所以說同學就造出來的意思 就Moist Moist 你有沒有發現OI 是不是跟I 是不是還是同一組 我剛剛講過 兩個母音換一個 一個換兩個都一樣 但是同學在WU 有WU的地方 是不是顯得比較神秘 所以說同學神秘 Mystery 這個字 就這麼出來了 就是代表有WU的地方 把那個I變成Y A-I-O-U 還有一個Y 那麼ERY結尾 同學要記住 是代表地方的意思 老師在底下有附註 ERY結尾 同學是代表什麼地方 那麼同學 比如說國中學過的意思叫Factory Factory叫工廠 其實前面的FAC 同學就代表做的意思 做東西的做 那麼ORY同學就代表地方 做東西的地方叫做工廠 那麼同學 你有沒有發現 ORY ERY ERY 還不都一樣 對不對 所以說同學 你懂得格林法則 就是個好處 你可以看得出來 都是一回事 那麼做東西的地方叫工廠 油物的地方叫神秘 就是如此 好 台北 記錄 不停 排 書 書